OMG 这张卡在国外消费竟然有2.8%的现金回馈 哈喽,我是许你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2019年的刷卡神卡 Flygo卡 如果你有在关注RECHR最近的活动的话 会知道他在2019年推出一张新的信用卡 叫做Flygo卡 那这张卡呢,非常的厉害 他国内消费1.2% 海外消费2.8%的现金回馈 重点是他是无上限 那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话 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 今天想要介绍的Flygo卡 其实跟GoGo卡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 如果说你想要申请Flygo卡 但是有想要想要比较高一点的现金回馈 你就必须绑定RECHR信用卡 并且设定自动扣款 废话不多说 马上先来说明大家最关注的现金回馈 首先呢 他的国内消费是1.2%的现金回馈 而且这个现金回馈是无上限 所以对于很多人想要刷卡 但是不想要去计算多少钱封顶的人 这张卡器算是非常适合的 接下来要来跟大家分享最神最狂的一点 就是他国外消费是2.8%的现金回馈 重点是他的2.8%的刷卡回馈也是无上限 无上限先画起好不好 笔记笔记先准备一下 无上限先highlight起来好不好 无上限 这打趴了非常多的信用卡的现金回馈 虽然前阵子的LightPay的信用卡 也是推出了国外消费2.8% 但是我觉得他是点数回馈 还是比不上Flygo卡的这张现金回馈 来接着最后一个超加码的活动 星星直接5颗画起来 画了吗? OK画了好 最新活动是机票5%回馈 刷机票就5%回馈 但他这个机票5%回馈呢 是有一些门槛限制的 必须在2019年3月31号 升班并且合卡的人 你才可以享有这个5%的加码回馈 5%的现金回馈这么高 当然是需要给你一点限制 他的加码回馈的上限 是每一季有2000块的额度 因为他的5%呢 其实是从海外的2.8% 再另外送2.2%的回馈给你 但是现在还没有详细的公布 这个5%的现金回馈的上限2000块 是直接这5%的上限回馈呢 还是2.2%的上限回馈是2000块 所以呢我这边呢 就两个都计算给你 如果说今天是整个5%的上限回馈 是2000块的话 你今天刷机票的费用 就是你刷4万块就封顶 但是如果说今天FlyGoCart 非常的佛心 只有2.2%的现金回馈 有上限的限制呢 那你这次的机票呢 就可以刷到90900块 才达到封顶 但是因为他现在还没有详细的 条文出来 所以我就两个都分享给你们 但是我觉得光是机票5% 这个真的是没得比好不好 没得比5%真的很多 就算他只有上限2000块 还是很多 因为如果说你一般小知者出国 通常都做连航 或是一些比较便宜的航空 可能一个人加一加 一两万就蛮多了 我觉得很少会超过10万 真的 trust me 所以这张卡真的是 非常的佛心 很赞很赞 接着想要跟大家分享 一样也是回馈的部分 就是FlyGoCart 它是一卡通的联名卡 所以如果你知道利用 这个FlyGoCart的一卡通功能 乘坐任何的大众运输工具 都可以享有1%的现金回馈 但是这个大众运输工具 并不包含高铁 所以大家要记得 highlight起来 不包含高铁好不好 我觉得这张FlyGoCart 非常适合那些 如果说你的公司 非常需要你常出差的那些小资主 而且你的机票 有可能需要自己刷 或者是你去国外 会常需要买一些 伴手禮回来的话 FlyGoCart 非常的适合你 如果说你最近想要出国 但是不知道要刷 哪一张信用卡的话 不用太过烦恼 直接刷FlyGoCart 好不好 2.88回馈 这么高 怎么可能不刷它呢 除了爱我 还能爱谁呢 对不对 我觉得这张真的是 FlyGoCart给爱出国 或者是常出差的小资主的一个最大的福音 但是要记得机票5%加码 你必须在2019年3月31号之前 申请避嫌合卡通过你才可以享有这个加码的优惠 如果说你今天想要申办的话呢 一样可以从RiChat的账户里面做申办 点到总览之后呢 按你的信用卡 接着再从下面按一张我要办卡里面 他就可以让你选择你现在想要办GoGo的信用卡 或是FlyGo的信用卡 接着你再按一卡通之后按下一步就可以开始申请这次的办卡流程 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快速的办卡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办卡良好时机好不好 但是但是如果你还不知道RiChat的好的话 你要记得去点我之前的影片 去了解整个RiChat 对小资组来讲到底是多么佛心的一个网路银行 如果你还没申办的话记得点下面连结去申办哦 所以记得要仔细观看下面的资讯栏跟留言区哦 无时无刻会有好康跟大家公布好不好 所以跟我一起拿着FlyGo卡出国玩乐 Go! 前提是我们都要有钱 马上被打脸 但是这张真的是出国神卡好不好 出国必备 OK 好那这一次的2019年的刷卡神卡 FlyGo卡就分享到这边 如果你已经知道有哪些2019年的刷卡神卡也是非常的神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然后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帮我喜欢或是订阅我 记得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任何一支影片的通知哦 我现在有私人的Instagram跟粉丝赞予 欢迎去按赞跟追踪 我是群体我们下载见 掰不 我只能说如果明年要出国的话 真的是不要错过这张卡 他真的是一级棒 跟你讲 真的是不听群体眼吃亏在眼前 这一句话一样是highlight起来好不好 我介绍那么多卡 就是没有一张是不好的耶 除了就是2019年的回馈下修之后 可能LivePay卡已经不是那么好之外 哈哈哈